第一百七十一集 哎呦疼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一腔怒火全都发泄在这两个小鬼身上 举着锁魂牌 对背我喷了舌尖血在空中蹲了一顿的两个小鬼 上去就是狠拍 一边拍一边骂 你大一大 三个人就欺负我是吗 老子是特妈的手气包吗 弄死你们弄死你们 怒火一起 杨戒足 哥们气势之下 完全把这两个小鬼身上的阴气给遮盖住了 锁魂牌接铃出招 打着两个小鬼呱呱呱的 蛤蟆一样的论叫 哥们一阵论拍 这叫一个解气 李灵也过来凑热闹 两张追击小鬼的皇甫被他抓在手中 双群一轮起来 在我们俩的合计之下 两个小鬼都快被我俩打得昏飞破散了 即使这样 这两个小儒子也不朝张六那边靠 哎呀 我这叫一个气 都这样了 还估计张六六 哥们刚才往门口一站 没招谁没惹谁 两个合伙的就朝我使劲 于是哥们手中锁魂牌就更加起劲了 那是狠拍呀 一边拍一边折张六那边就喊 大声的骂 小独子 张六六是你俩亲爹呀 你俩不敢惹他 老子今天非得让你们碰碰张六六 张六六扛着摄像机 听见我说他名字 愣头愣脑的探头说 浪哥 你才是这两个小独子亲爹呢 你跟这两个小独子叫劲提案干啥 我活更大了 这两个小鬼很拍 往张六那边拍 都气糊涂了我 眼见两个小鬼被我逼得离张六六不远 李玲突然抓住我的手 无奈的说 愣头 你再拍下去 他们俩就恢恢破赞了 李玲捏着我的手腕一疼 冷静下来 再看这两个小鬼 已经是淡泊的就剩下个影子 身边都没黑气了 眼神之中满是委屈 似乎在哭泣 呱呱叫个不停 我愣愣的看着两个小鬼 其实他们呢 还都是未成型的这个孩子 突然一下子 我是心软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天使 可是两个曾经是父母天使的小鬼 却成了恶魔 不管他们是被人害死 还是过早夭折 都够可怜的 被人驱策害人 那更是可怜 最可恨的还是那个使出鬼将 养小鬼那人 李玲见我垂头丧气的 知道我是心软了 叹息了一声 如果有可能 咱们超度他们 现在不是多时善感的时候 先找到驱寻他们的人再说吧 李玲说的没错啊 两个小鬼的确可怜 但现在的确不是心软的时候 我定定心神 走到门边收起黄符 深吸了口气 对两个小鬼喊 滚 不是瞎喊 这声喊中 哥们调动了丹田之气 毕竟哥们修炼的是神肖派的雷法 一声滚子喊出去 带着些许雷音 这两个小鬼被我吼的是 跟那丧家犬一样的顺着门就跑出去了 我和李玲张溜溜急忙跟上 到了走廊我就感觉不对了 先前走廊里虽然阴气沉沉 却是有点生气的 月光洒进来 也是挺清幽的 现在就是一片死气沉沉 为何说死气沉沉呢 是因为再也感觉不到一点火气 仿佛连月光都凝固了 一大摊一大摊在摊的地上 像是摊了一地的鸡蛋清 那感觉不到半点活力 这种感觉太别扭了 同时也是一惊 背后布局的人 要真是把这栋楼当成 洋果的罐子了 现在就把这罐子合起来了 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 表人已经不动了 整栋大楼安静的 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墓 实际的要埋葬每一个身在大楼里的人 安静的让人心生恐惧 李玲就在我身边 沉沉对我道 没事 这禁止困不住你我 我不由得苦笑一下 今天晚上你死我活才刚开始 不过就是大楼变得不同 就有些忐忑不安 心里素质还是不过关呢 我一边追着两个小鬼 一边对李玲道 小哥 这样是这个 揪书背后的布局人 坚让我打一半死出气啊 李玲笑道 还是先找到放小鬼那人再说吧 说话的功夫 一团红色的煞气 追着一团灰色的阴气 从我俩身边急速掠过去 我惊讶了扭头去看 一个红色小将 正在拼命的追着一个 民国女学生的阴魂 两个鬼东西呢 就这么从我们身边飘过去了 甚至都没看我们一眼 厮杀已经开始了 今天晚上 整栋大楼里所有的鬼 就只能存在一个 包括两个小鬼在内 养成一个鬼骨 那我和李玲虽然只收了不少 但剩下的也足够多 何况我俩根本来不及 一个个搭救 要是追上去 一个个的去收拾 嗯 那样 累也累死了 还起不了什么作用 当前最要紧的 是按照我和李玲 事先商量好的 对付布局之人 恶鬼间的厮杀 只能是当做是看不见的 于是 在追两个小鬼的过程中 时而就能看到恶鬼之间的互相厮杀 有的是红色小将对红色小将 那我也分不出 哪个是一丝的 哪个是三丝的 有的是民国女学生的阴魂 被追打来了脾气 跟着红色小将厮杀在一起 总之一切都是乱套的 更乱套的是 当我和李玲追着小鬼 到了六楼左侧的时候 前面的屋子里传来咒语声 哎 我不由得精神一震呢 看来还真是找对地方啊 急忙跟上去 到了门前 两个小鬼往里头一个位 嗖嗖钻进去了 随即我听到一声惊呼 竟然有些耳熟 像是完颜平的声音 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问号来 完颜平怎么会在这 急忙跑到屋子的门口 往里头一看 没想到眼前会是这么一幅画面 就这完颜平靠着窗户 就在门对面 最里边的却是明拉 明拉身后的墙上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虫子 虫子的形状有点像是瓢虫 这位瓢虫那鬼多了 每个都跟那小拇指盖一样的大小 身上的黑色相间 有翅膀有出脚 更为怪异的是 密密麻麻的虫子 占据了整面墙不弱 头尾相邻的 还在墙上形成了一幅 愤怒金刚的形象来 明拉盘膝坐地上 穿着宽松的衣服 颇为肃穆双严 两个小鬼围绕他转个不停 似乎想要钻进他的怀中 够不够明显呢 一切的矛头都指向明拉 先是飞将 接着是鬼将 两个小鬼又跑到人边了 而且将导师也会鼓术 不仅会呢 还很高明 一个会飞将的将导师 再一次来到这栋楼里 很明显的是不是 可越是明显的事情 我越是不信了 因为在我的心中 已经有了目标人选 之所以没有直接出手 一是因为不确定 再一个还没到时机 贸然出手 恐怕奈何不了对方 反而会被对方所致 所以我知道明拉应该不是背后布局之人 王严平见到我惊喜的说 朗总啊 这个外国女人在搞鬼 快帮我收拾她 明拉见我出现 脸色一沉 冷声道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金钱装模作样的救我 金钱又在背后暗顺我 把我引到这来 王严平 你斗不过我 把你汉子找来 你就这点本事吗 我明拉也不怕你们人多 我和王严平走着近呢 是众所周知的事啊 别人误会了也属正常 可说什么一伙之类的未免有些过了 我刚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王严平的脸色就变了 陈生对明拉道 我来楼里是找朗总的 你见到我就出手 要不是我还有点本事 早就被你害了 别以为萨玛好欺负 我也不用别人帮忙 我就让你见识下萨玛的手段 说着话呢 轻轻一扭 神医一旋转开来 身上的铃铛哗啦啦直响 我急忙说 你们俩到底闹什么矛盾啊 有话好好说 干嘛动手啊 喂我刚来连口气都没喘 你们说说发生什么事了 王严平和我的关系啊 说不清道不明的 我就管明拉 怎么也算是熟人了吧 我以为什么说 两个人都得给点面子 就此停手 把事情的前后一说 我在中间调和一下就没事了 毕竟今天晚上凶险 大家还是同舟共计的好 但我就忽略了女人的战斗力 女人之间的战争 真要是打起来 是没有理智的 也不会听你说什么 王严平啊 被明拉说的恼羞成怒 挥舞手骨扭动起来 动作之快 骇人听闻 恍惚中 我眼前哪里还是什么 王严平啊 简直就是一只 展翅翱翔的神鹰 王严平的双臂 神医的飘带 象征翅膀 神鹰展翅 滑翔 飞旋 俯冲 整理羽毛 抖动肩膀等 无一不是活灵活现 热烈庄严 令人崇敬 萨满幻化的形象就是鹰 那是萨满不同于常人的神格标志啊 见到了鹰 这等于是见到了萨满神灵 鹰是萨满神圣家族中 独具特色的神异动物 古时候的游牧民族啊 在崇尚这个拜鹰 有鹰从天上盘旋飞过 人们表示尊敬 向他抛洒乳汁或酒 王严平 神帽上的这个铜纸飞鸟 就是神鹰的标志 在满族狐鹰 赵姓氏家族的萨满神域中传说 世界最早的一个女萨满 是神鹰从大火中 叼出来的一个石卵诞生的 她是东海九十九个部落的女汉王 又是最远古的女师族 还有一则神话是关于萨满起源的 天地初开始 大地像一包冰块 阿博卡赫赫天母 让一只熊鹰从太阳那里飞过 抖抖羽毛 把天上的光和火装进羽毛 飞到人间 从那以后 大地冰雪才有了融化的时候 人和生灵才有了吃 住和生儿育女的时候 熊鹰飞得是太累了 于是睡着了 羽毛里藏着的火掉下来 将森林石头烧红 日夜不息 神鹰用巨大的翅膀扑灭大火 用巨爪搬弩盖住大火 最后被烈火烧毁翅膀 死在海里 于是 鹰魂变成了最早的女萨满 在这则传说中 萨满的始祖神 那就是鹰神 鹰正是萨满化身的象征物 能把鹰鹉跳得如此活灵活现 甚至在外人的眼里 已经是知神鹰的完颜瓶 实力可想而知 这丫头都特妈的快逆天了 从完颜瓶起舞到结束 不过是十几秒的时间 哥们还好言相劝 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完颜瓶已经是完成了整个鹰鹉 头一缩 双臂向前展开 在他身后出现了一只 纯白色巨鹰的影子 接着我耳边响起一声 响亮的鹰皮 这大鹰身高有一米左右 两只展开两米多长 都快碰到门口的我了 在身上神光四射 神菌异常 两只锐利眼睛射人心魄 鹰绕如钩 我真心是没忍住 惊呼道 小哥快看 万颜瓶把东海青这个鹰魂 给召来了 在我的惊呼声中 幻化的神鹰 朝着明拉呼啸而去 那气势吓得两个小鬼 猛的缩到明拉身后 而明拉脸上也变了颜色 谁说萨满没有攻击性的法术 万颜瓶召唤人鹰的手法 简直帅呆了 神鹰呼啸而过 直接抓人魂魄 可比恶鬼附身厉害多了 只要冲击到神魂 不说魂碎魄散 也得抓得神魂残缺 不可谓不凶猛 但明拉也不是白给的 神鹰冲击这一刻 明拉双手咳拢 口中只吐出四个字 玛丽玛丽 那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咳拢的双手向前一指啊 他身后墙壁上的虫子啊 真如那愤怒金刚活了过来 整个从墙上就踏步下来 形状都没变呢 经过明拉的时候 虫子闪避了一下 露出个人形窟窿 从现场看着说不出的鬼 虫子组成的愤怒金刚 握拳朝着 是英魂的狠砸过去了 英魂和虫子组成的愤怒金刚 轰然撞在一起 虫子四处乱飞 被神鹰重击出好大一个缺口 这个英魂虽然是挨得下虫子的狠杂 却仍是呢 去世不检 向前之功 巨大的翅膀挥舞 使得虫子无法快速的挥舞 明拉双手合拢 再次念诵了句听不懂的咒语 剩下的虫子啊 不再阻拦英魂 忽然散开 朝英魂贴上去 这就比较套淡了呀 斗法不玩硬的 整出个赖皮馋来 无数的虫子的铜鞋贴在着英魂周围 从我这个角度看 那些虫子像是给英魂套了个壳 英魂的速度立刻就慢下来 虽然距离明拉也就是一步的距离 但这一步的距离却怎么也是靠不近了 黄云平 见英魂被挡 脸色极变 这丫头反应是极快 冷哼一声 手中的皮股向前一摇 她的动作也是快了起来 黄云平催促下 英魂展翅 将围绕在身边的虫子 倒落一地 明拉却争取到了足够时间闪躲 她站起来 闪到一边 让剩下的虫子纠缠阴魂 随手掏出一把锋利小刀 在自己的指头上划了一刀 同时念诵咒语 躲在她身后的两个小鬼 中了鞋一样的飘在她的身体两侧 若是外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确认明拉 就是驱责这两鬼的人 但我确实看得出来 两个小鬼有明显挣扎的痕迹 并不愿意被驱责 也就证明小鬼不是明拉养的 可不是她养的小鬼 在她的法术下竟然能够使用 并且挣脱不了 这份本事也够吓人的 明拉终止滴出鲜血 在左右两侧小鬼额头上 各点了一滴 咒语声中 两个小鬼顿时就精神起来 跟打了鸡血似的 朝着完颜瓶就扑上去 我看得惊讶不已 忍不住说 雪咒啊 雪咒在降噪术中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仪式 尤其是杀伤力越强的降噪术 无不济由这个雪咒的施行 才能够发挥这个威力 所以降噪与雪咒 是有坚不可分的关系 也正因为降噪术在下降的时候 需要以自己的精血为瘾 所以当降噪术被破时 降噪术也会被降噪术反噬 功力不足的降噪术 极有可能因此破功 甚至倒送一条性命 即使降噪术的功力深厚 十之八九也会因为降噪术反噬 而大伤云气 必须极密隐秘之处养伤 才能逃过破功之劫 因此降噪血咒啊 不失则已 一失便得见血 若非有深仇大恨 一般的降噪术 绝不轻易动用血咒 以免损伤云气 明拉聪明也聪明在这儿的 两个小鬼并不是大痒的 所以施展其血咒来毫无顾忌 就算有反噬 也是反噬这两个小鬼真正的主人身上 就算两个小鬼沾染他的精血 但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破解 否则不会这么快的使出血咒 被吓了血咒两个小鬼 比对付我和李玉玲的时候凶猛多了 一上一下的朝着完颜平凶狠而居 转眼就到了完颜平的身边 我连小心都没来及喊 一颗心都提了起来 完颜平在小鬼近身之际 神衣清白 手中屁股向下低垂 身举有点弯 有点像是扫地的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